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何谓有效的批命 很多人其实他在进行所谓的无效批命 也就是说批完了以后 及时只有自己爽 客人根本不在乎 通常会这样的原因 就是说进行了一个没有效的批命 而无效的批命通常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个 客人要求你 客人他就说你帮我批命 那结果职业命理师是很简单的 你付费我就批 但是一堆人他并不是职业命理师 所以客人要求说你帮他批命 你就帮他批了 这种你直接就帮人家批命的情况 他是无效的批命 为什么 第一个是他叫你帮他批的 所以你是小弟 他是老大 他不会对你尊重 他对于你的学术 不会有任何的尊重之意 所以你只要批对了 他认为应该 你批错了 他反而觉得你很糟糕 所以 当客人要求你的时候 你只要不是职业命理师 你一定要跟他讲 何时 何地 你才要帮他批命 否则的话 他只要一直颅 你现在就可以批 现在就可以批 你帮他批 很抱歉 你是 依据他的要求批命 他不会中事 所以这是第一个客人要求的 第二个 在批命的时候 结果批的不是当事 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批的不是当事 父母亲来帮小孩批 小孩还在他抚养当中 这个可以 因为批了以后 这个小朋友是他们在管教的 假如 这个小朋友都已经长大成人 没有意义 因为父母亲管不住了 不然 他就是拿一个跟他没有相关人的八字 他来找你批命 很有可能是什么 他的情敌 很有可能是他的工作竞争者 像这一种的 基本上不要批 因为并不是当事人 甚至他说这是我朋友 其实根本就不是他朋友 就是他的禁敌 他就是会用这种来询问 像这一种的 你不要帮他批 为什么 照念而已 再加上有很多事情 他根本就不清楚 因为他不是当事人 他会清楚他所有的事吗 不会 有的时候你批对了 他还跟你说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 在这一种情况下 不是当事人 基本上 我们不会帮他批 因为批的也是一种 无效批命 得不到尊重 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到底批对批错 你还不知道 所以 你要进行一个有效批命的时候 你要记得 你的批命是有价值的 不是人家叫你批 你就批 看看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我帮你批 因为那时候我才有空 不然 你要拿个你自己的人来嘛 不然你的 父母亲嘛 身体不好 那可以帮他看一下 他讲孩子嘛 但是其他的 说真的 就不需要 因为 那个 都不是当事人 批下去 都只会 模拟两可的情况 因为 你根本就不认识他嘛 所以 各位 请你要记得 这个就是在批命的时候 很重要的两个点 这两个点 假如能够把握住 其实在批命上 你会轻松很多 而且会进行的是 比较有效的批命 这样子对方给你的回馈 才会有价值 而不是你批对他给你说错 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 当事人到底真的发生什么事 所以要知道 批命是要 当事人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放置点个赞 我们 下次再会 拜拜